少年初出江湖的第一站 却让整个武林为之震动 甚至被封号魔神之名 只因开一一己之力 首任了北剑会三千人 要知道 北剑会在江州乃是霸主般的存在 如今静折在了初出茅庐的少年手里 然而在两天半前 少年还是高高在上的至尊帝王 可却被自己的叔父谋权篡位 在其蓄谋已久的大军面前 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最后只能在师父的帮助下落荒而逃 师父告诉他去往泰山之殿 将黄绝之牌挂在石碑之上 就会出现曾经侍奉过先帝的奇人辅佐他 在历尽艰辛后 少年来到泰山顶峰 按师父所说的做完后 他便疲惫地瘫倒在地逐渐昏睡不去 待他再次醒来时 身边端坐着两位白发老者 而他们正是先帝的秘密 是为换一二老 换老向少年做出保证 无论花费多长时间 必定让这天下回到他的手里 然而少年却微微摇头 说出的话出乎了他们意料 已经不需要了 与其再次化作虚无的花朵 不如诞生为一只自由的蝴蝶 既然我已经完成了使命 那也该忘记一切重新生活了 闻此 换一二老顿时感到心如刀绞 他们万万没想到 少年进一段去了夺回皇位的念头 这时换老突然凑到少年面前 直勾勾盯着他 您当真想要忘记过去的一切吗 换老怪异的言行举止 令少年有些慌乱 表示自己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但如果真能实现当然很好 可惜那不过是痴心妄想 文言换老随即表示 是您真想的话 也不是不行 当即询问少年想变成怎样的人物 只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任何人都可以 少年稍加思索后 表示自己想成为江湖人士 并且是无论何地都能自由出入的人 文此 换老眉头一皱 因为若想在江湖中享受绝对的自由 那就便只能成为最强之人 而如若要选出一个历史最强者的话 那么就只有那个男人 天魔 听到这个名字就连一老都心头一颤 告诫换老要三思而行 而少年对此却非常满意 当即就决定要成为天魔 随后 幻老便将一切准备就绪 而此次的关键 就是销魂转引大法 以及两力魔魂丹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一老也做好了准备 为其注入了数十种灵药 和毒液化骨重新塑造轮廓 在确认无误后 幻老手中铜钟一阵 只听当的一声 一补不寒而栗的气势 瞬间笼罩这片空间 只见天魔以灵魂的方式重返人间 但他却感到不快 质问起为何要打扰他 幻老只向身后表示 自己将给予他新的生命 听闻此言天魔却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很有趣 但是我拒绝 这个回答令幻老错愕地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竟会如此 随即询问起了天魔拒绝的缘由 天魔表示天下第一的人生 太过无趣孤独 因此自己不愿再投身为人 所以你不要再召唤我了 否则我将会灭了你们所有人 闻言幻老连忙慌张白手 让他等一下 他现在必须要想一个对策 否则这时候让天魔回去 将会功亏一篑 于是幻老大脑飞速运转 随即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天魔你就是个白痴 闻死 不仅一老惊呆在原地 就连天魔都感到错愕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下一刻就感到无比暴露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但面对天魔的怒斥幻老却面不改色 告诉他在这个时代 出现了一位盖世无双的道士 名为张三丰 他是被誉为比达摩还厉害的高手 现在的人都说即使天魔再厉害 也根本挡不住三丰真人的一招 听闻此言天魔顿时期的快要爆炸 这时幻老又继续说道 天魔你可知何为进步 在你的时代或许你是最强之人 但武林中人一直在默默地精进武学功法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武功 已经进步到无法与你那时相提并论的地步 既然你对天下第一人感到无趣 那么不如尝试做个古今第一人 幻老的话让天魔开始动摇 于是为了成为古今第一高手的勇士至尊 他便答应了幻老的话 随后化作光影冲进了少年身体 接着一老将魔魂单位祈福下 并且从身上拿出银针 在少年身上快速炸了七七四十八下 这时少年突然睁开了眼 猛地坐起身来周身筋脉暴涨 整个人露出极为痛苦的神情 他感觉脑袋痛得就快要炸开来 幻老连忙探出手指查看起情况 却不曾想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震开 此时幻老也看出了端倪 天魔的魔性与少年意识产生了冲突 如果再持续这个状态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 闻此一老急的团团转 赶忙让幻老将天魔送走 但幻老无奈表示自己只会召唤 不会送走 就在这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使用一颗魔魂单 往少年身体里注入另一个灵魂 一个正派传说中的奇人 如此一来就能压制魔性互相综合 紧接着二老再次开始召唤 而当魔性与天性同时降临在曾经的帝王身上 究竟会创造出怎样的传奇人物 片刻之后 少年狼吞虎咽的大躲快意 而二老在一旁忐忑地观察着少年的状况 现在这个样子貌似是成功了 话音刚落 天魔的怒吼声就在少年耳边响起 该死 这里本来就很紧 你们怎么还把这个老和尚送进来了 只见少年另一边还有着另一个灵魂 而他曾是少林寺中被敬仰为六祖的刀僧 名为慧能 从结果上来看 二老想用正派人物压制魔性的计划的确成功了 因为天魔现在已经不能再让他感到痛苦 随后少年询问慧能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名字 文言慧能稍加思索 您觉得人生无常的无常怎样 然而少年听后却一脸嫌弃 有点太会起了 说不定一不小心死于无常了 随即又转头问起天魔的想法 天魔黑黑一笑 嘚瑟表示这种事情早就应该问我 小手一指得意说道 铁血修罗克如何 可听到天魔的回答少年依旧感到不满 我是让你起名字不是起外号 真不知道你这种无知的家伙怎么威震天下的 少年嘲讽的话顿时让天魔恼羞成怒 张牙舞爪嚷着现在就要占据他的身体 然而认他如何发狂却只能无能狂怒 少年的安然无恙让天魔不由的慌张起来 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原因 原来是会能再妨碍他控制少年的身体 这让天魔气得牙痒痒 现在他在人术上占了下风 如今之际他只能暂时配合少年 只要带到时机成熟 我在寻找机会将其吞噬 这时少年突然凑到天魔面前 询问他从刚才开始一直嘀咕什么 闻言天魔顿时紧张的冷汗直流 心虚表示自己在给他想名字 你觉得破天这个名字如何 闻言少年微微一笑 突破于天际之上 倒也是个不错的名号 片刻之后 破天穿戴整齐准备动身游离武林 但二老却担忧表示他的武功还未疏离 现在就走恐怕有些不同 破天手指指向眉心 告诉他们天魔和慧能的武功都已经在这里了 只要施展出来便可 但他的话并不能打消二老的故意 这让破天感到无奈 随后走到一棵大树底下 那么你们觉得这样如何 只见破天眼神一鸣 瞳孔中红光浮现 下一刻握掌成拳 爆发出一股恐怖气势一拳轰出 只听咚的一声 巨大的力量如洪水猛兽肆虐而出 随后二老忧愁地看向破天离去的身影 担忧地表示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他们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扔进了武林之中 而在江州某处 北剑会众人正在围剿一名魁梧壮汉 而壮汉正是魔道七王之一的夏军表 再多人围攻下夏军表已身负重伤 但他纵横沙场的气势依旧不解半分 回去告诉你们惠主 终有一日我会亲手了结他的性命 为首男子讥笑一声 可惜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为了抓住你们魔道七王 我们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 还有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计策吗 不过是想为了兄弟拖延时间 但很可惜你选错了对象 说话间远处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打洞水 男子冷笑一声 听到了吧 你的弟弟们好像已经要去见阎王 夏军表瞳孔一阵 一股不好的预感在心头浮现 下一刻抡起手中巨剑朝男子扑去 你们这群正派的混蛋是要对魔道赶尽杀绝吗 男子邪笑不予抽剑出桥 格挡下夏军表扫来的巨剑 接着一记上踢腿将其击飞 反手用剑柄击打在其眉心 当场让夏军表重伤的身体跪倒在地 男子露出一点的厌恶 赶尽杀绝又如何 魔道这种东西本就应该彻底消失才对 夏军表一边可写一边说道 只要那位大人出现 哪里还轮得到你们嚣张 闻言男子轻挑眉头 你是指魔道大宗师贺宇重吗 接着凑到了夏军表耳边神秘一笑 告诉你一个秘密 北海剑王和青海死神也叛变了 即便他是魔道大宗师又能如何 现在估计他都已经自身难保了吧 闻听此言 夏军表心中的希望被彻底击垮 整个人忍不住的颤抖 难以置信自己听到的这个现实 随后男子一声令下 北剑会众人再次群起而攻 准备就此了结他的性命 夏军表一咬牙心中一横 手中聚剑抡得虎虎生风 霹雳刀法 惨魔士 随即猛的一刀劈出 请客间将身前之敌 禁术斩于刀下 可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一道淡淡的声音 没想到你竟还有刀钢使出内力 话音落 三人便闪身来到身前斩出三道剑气 刹内间将当裂的刀钢禁术破除 见此刑警夏军表心头一惊 竟然用剑钢斩断了他的刀钢 他当即就猜到了三人的身份 来人正是北剑会千山三剑客 三剑客也不过多废话 一同举起长剑摆出架势 接着一招隐形剑网朝他急袭而去 见此夏军表也爆发出最后的力量 全身内力在掌间汇聚 化作雷霆之士在刀身奔涌 转瞬间霹雳刀法便对上了隐形剑网 然而就在即将碰撞的千军之际 一道身影闪身来到夏军表身下将刀势断去 紧接着又在电光火时间将三剑客长剑脚下 只听光当一声 几人武器同时掉落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几人惊慌失措 齐刷刷死死的盯着这不速之客 只见来人邪魅一笑 真是一群不像话的家伙啊 原本只是看你们打架有趣才观望了一回 可是就凭这种实力就敢趾高气扬吗 文言几人神色凝重 他竟然在一瞬间就夺去了自己的武器 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 三剑客朝破天大声怒吓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如此戏耍我们 但破天却淡淡表示自己并没有戏耍他们 说着他又玩味一笑 不过大叔 武器被人夺走了不是奇耻大辱吗 武器询问他的尊姓大名 文言破天动作一阵感觉有点难为情 但还是轻咳一声爆出了名号 我是天魔书生破天 身旁的天魔听到这个名字当即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吗 文言破天嘴角一抽感觉有点没面子 嘴上嘟囔起一时无时一 当即让天魔痛苦的哇哇叫 连忙表示自己马上闭嘴 而这个正是二老传授折磨天魔的经文 可这个话落在三剑客尔里却不一样了 小手一拍露出一个焕然大悟的笑容 原来是天魔书生破天一时无时一公子呀 气得破天连忙纠正他的说法 然而另外的三剑客却不乐意了 怒斥他为何要与此人互通性命 随后怒气冲冲走到破天面前 你小子以为警停那一招办事就能轻视我等吗 开口闭口不离天魔的 想必也是魔道中人 我要将你连同这家伙一起灭掉 随即一声令下 所有人朝破天大举进攻 见此情景破天凝笑一声 手中积蓄起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轰出两拳 当即将两人击飞 但这却引起天魔的嘲笑 没想到你竟然连五成功力都无法好好使用啊 这话让破天感到恼怒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将怨气发泄在周围的小咖咖身上 见此三剑客也看不下去了 随即朝破天发起灵力的攻势 破天分神之际被抓到机会 被猛的横扫一剑斩在了身上 三剑客坏笑一声 这个是砍到的感觉不会错的 但下一刻他的笑容就瞬间消失 只见破天手上提着一个小咖咖 而他那一剑正式砍在了那里 破天戏谑表示你这样砍自己人真的好吗 顿时气得他怒目原睁 恨不得要将他碎尸万段 然而下一秒一只大脚便印在他的老脸上 瞬间将他踹飞出去两米半 破天吃笑一声 丝毫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见此三剑客顿时怒从兴起死死盯着他 随即发动剑招朝他突刺而来 破天轻松便避开这一击 接着一记重拳轰飞一人 扬起一记鞭腿再次打趴一人 此时破天所展露的强大让所有人感到惊悚 就在这时三剑客瞳孔一阵 只见破天仰头抬腿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 见此天魔咧嘴一笑 你要用那一招了吗 下一刻破天抬起的腿轰然落下 一股红色风暴如飓风般席卷而开 而这正是天魔最具代表性的武功 天魔君临步 只见场中破天画出数个分身 并且每一个都如十字一般 见此情景所有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随即挥舞长剑朝分身袭去 我堂堂千山三剑客才不会被这种幻术迷惑 然而他的攻击却被所认为的幻术轻而易举挡下 紧接着分身闪身来到他的身后轰出一记重拳 当场将他重创 与此同时其他分身也开始了猎杀时刻 场中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没有人能在其手下撑过三招 现场顿时化作一片人间炼狱 刚刚还意气风发的三剑客此时被恐惧占据全身 剩下的最后几人已经被吓破了 再也没有与之对抗的勇气转身逃命 天魔询问不用去追吗 破天淡淡表示有点烦了 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 闻此 夏军表心中震动不已 只是因为有点烦所以才到此为止了吗 只见此时的现场已经横尸遍野 鲜血已然将这片土地染红 他的心中不由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这个正派强于魔道的武林 竟然出现了一个绝世高手 于是他扑通一声跪拜在地 请求破天将他带走 只求能追随他的左右 可见此破天却起了个鸡皮疙瘩 丢下一句我才不要 你这个长矛怪 然后转身飞速逃离了这里 开封府内 人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 一则消息轰动了整个武林 前去狩猎魔道七王的北剑会三千人 残忍地杀害了其中的六王 而天魔书生破天横空出世 竟独自手热了北剑会三千人 对此人们感到恐慌不已 魔神降临时间 武林恐怕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人们纷纷猜测他的身份 有人说他面如魔鬼 也有人说他是一位俊秀的公子 可身为别人口中议论的主角 破天却感到有些无奈 他似乎卷入了不该插手的战斗之中 心中有着些许不安 随即又想到三剑客中 叫贺德恒的家伙记得他 自己是不是该乔装一下 文言会能提议到语气乔装 不如改变一下氛围如何 片刻后 重合楼客栈内 殿小二两眼放光地痴痴盯着眼前的客人 少年那清秀的模样 透着书生的气质 而他正是经过会能改变的破天 这般俊俏模样 让殿小二一时间都失了神 见状破天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难道自己的名字这么快就传开了吗 然而他的担心却是多余的 小二摸着脑袋尴尬一笑 表示自己当了十多年的殿小二 从未见过像公子这般的美男子 属实是有点失礼 说完便屁颠地去给他上韭菜 随后韭菜就端了上来 破天倒满一杯后一饮而尽 刺激的酒香让他感觉与宫中喝过的不同 并且还带着些许苦味 就在这时一道人影走到他的身前 见此破天眼神一鸣 难道是北剑慧的人吗 只见来人双手抱拳跟他打起招呼 在下是从四川来的唐正宇 如果可以的话 公子与我们和惜如何 破天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群年轻的巨男俏女正看着他 从样子来看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人 而且都是武林人士 正好可以跟他们打探一下武林中的情报 于是破天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唐正宇招呼他的同伴们做起自我介绍 红发男子率先起身爆出名号 公子姓慧 我是武林中小有虚名的白剑神龙南宫赫连 在下是铁血拳蓬正后 我叫南宫红连 见到公子深感荣幸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破天 南宫会美气鼓鼓盯着他 不明白这家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个个都那么兴奋 听完众人的介绍后破天挠挠头表示幸会 接着南宫赫连询问起他的姓名 破天拱手表示自己是云游四方的书生文润 听到这个名字天魔不屑地撇了撇嘴 一个破天不够他用又多了个文润 而在与众人熟络之后 破天也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身份 原本以为他们只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武林院士 但没想到他们的身份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武林中 正派势力名气较大的势力由北建会和南当盟 而与之相比 形势更加光明正大的便是武林会 其中组成的中枢势力便是五大家族 南宫世家 四川唐门 河北鹏家 靖州燕家以及慕容世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人 更是将来要撑起武林会的后起之秀 破天好奇询问他们为何会来到开封府 因为这里距离江南的省都十分遥远 此话让天魔感到惊讶 没想到破天竟然还知道这些 破天得意一笑 他当皇帝的时候几乎把地图都倒背如流了 彭正后告诉破天 这毕竟是武林之事 即便说了他应该也不会懂 这时南宫会每出言道 开封这里不仅有丐帮的总团 同时也是北建会山门所在地 他们此次前来是为了参加北建会的正道大宴 破天也终于听明白了 他们这些正道人士都是为了参加宴会 所以才齐聚在开封府 没想到武林中竞争如此激烈 还分成了这么多的势力 我对武林知识的确一窍不通 文言南宫赫连也明白了破天为何对武林如此好奇 随即又告诉他现在的武林的确竞争激烈 并且各帮派的矛盾也逐渐升级 尤其是正道和魔道 纵观历史 这两股势力也未像如今这般分的清清楚楚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是武林中人就必须要二选一 破天想到应该总会有人 既不愿意归属正道也不愿屈服魔道吧 南宫赫连轻叹一声 也许会有 但夹在中间的话 反而最容易同时成为两股势力诛杀的目标 听到这话破天感到不愤 就因为不站在他们那边就要视为敌人 这种处理方式也太不合理了 随即他又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要诛杀的话 那么由谁来问罪呢 这个问题让南宫赫连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说道 是我们正派 虽然我也属于正派 但是我并不认为用这种方式镇压魔道 是守护武林的正确方法 南宫赫连一脸的正气凛然 置身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本此 破天和天魔都感到十分惊讶 天魔欣赏表示没想到这个正派的小子 想法倒还挺开朗的 而南宫会每听到后连忙小声告诫他 这种话可不能在这么多人的地方说 破天打量着南宫赫连 虽说他是武林会的后起之秀 但他的言论应该不会对正派起到多大的作用 不过这个男人很值得他的关注 接着破天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当今武林之中最强之人是谁 怎料这话却让几人有些难以启齿 他们没想到破天居然敢问出这么敏感的问题 但南宫赫连很快就告诉了他答案 这个问题不太好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但公认的大概就是正道四世的领导层 以及魔道大宗师 北海剑王和青海死神这几位 只不过江湖太大 因此还是有许多隐世的超级高手 所以无论何事何地 都有可能出现比刚才提到那几位还厉害的高手 这时破天想到了自己体内的慧能 于是询问起少林的六祖慧能法师如何 文言南宫赫连有些无奈 慧能法师已经是七百年前的人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听到这话天魔顿时嘚瑟地嘲笑起慧能 看来在岁月面前你也无可奈何呀老和尚 接着破天又问起了天魔如何 听到这个名字南宫赫连眉头微重 告诉他这是仅在武林史书中才会出现的人 其中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他也拿不准这些事的真实性 顿时气得天魔又开始骂骂咧咧 那些事情就连天外天的老头子都知道 他有什么好怀疑的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动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门口出现了一群白衣见识 并且深浅导致一名女子 破天当即就认出他们的身份 那身衣服是北剑惠的人 而为首之人乃是北剑惠律令队副将贾德三 紧接着他一把抓起少女的秀法 恶狠狠说道 你为了活命竟然抛弃父亲逃走 真是个大胆的丫头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只见门口惠美已经常见出窍 他怒斥北剑惠众人 开封府何时变得如此无法无天 正派武士竟公然欺负手无负机之力的弱女子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现场所有人的声讨 纷纷指责他们也太过分了 对此贾德三却充耳不闻 松开少女后淡淡说道 你竟然敢插手北剑惠的事情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闻言门口惠美吃笑一声 你们北剑惠的名号或许能吓到别人 但绝对吓不到我南宫惠美 闻听此言众人皆是议论纷纷 没想到他竟然是南宫世家的人 这么说他岂不是昌天见神的女儿 听闻此话贾德三态度也有所缓和 南宫小姐 不插手其他门派之事是江湖不成文的规矩 南宫惠美怒斥自己还没有愚蠢到不分是非对错 在我看来你们就是要绑架那个少女 贾德三无奈地挠头叹了口气 告诉他们这是魔道门门主 雪狐天秀雪景一只女雪珠凤 因为已经对魔道门所有门徒下来诛杀令 所以他也是迫不得已 如果现在你还是不打算让开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能对你动武了 话音刚落一道大笑声响起 只见南宫惠美怒高声道 从何时起 仅凭一个北剑会的律令队都敢如此放肆了 众人跟随着南宫惠美怒斩的脚步 魔拳擦掌地走上前来 而破天一不小心也跟在了身后 双方气势越发剑拔弩张 见此情景贾德三略微猜到了眼前众人的身份 历生询问你们这是打算威胁我们吗 闻此 南宫惠美怒一笑 如果我说是 又如何 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气势贾德三不由心头一颤 后退一步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将此事禀报给上级了 然而刚说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无需禀报了 只见一个面带杀气的男人走进客栈 而他正是律令队的队长 笑面杀剑牛炫中 他转头冷冷看向众人 律令队此典里没有后退一词 此等小事也需上报吗 破天眼神微眯盯着牛炫中 这个像筷子一样的阴森家伙是怎么回事 接着牛炫中责问他们是不是有点过分 如果此事让五联会会主知道 恐怕会责怪公子吧 南宫世家的下一院家主 为了保护一介魔道之女儿跟北剑会对立 此事传出去想必并不光彩 牛炫中的一番话 上来就站在了正派人士的制高点来指责南宫贺连 气得他只能咬牙切齿 牛炫中向前一步 表示如果因为他导致北剑会与五联会产生隔阂 公子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接着他转身发号施令 将这里包围起来 现在开始不准任何人离开客栈 做完这一切后他坏笑一声 逼问南宫贺连现在打算怎么办 见到这一幕顿时让天魔十分恼火 从以前开始这群正派人士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破天你直接把他们打倒吧 文言破天撇了撇嘴 在这里动物自己的身份不就曝光了吗 天魔无所谓表示那就把在场所有人都干掉 你觉得这项话吗 这时会能给出了提议 或者说用我的武功如何 而此时牛炫忠得礼不饶人的步步紧逼 你考虑的怎样了南宫公子 南宫贺连拳头紧握忍不住的颤抖 但是他的理智不允许他轻易出手 只能退让一步立声道 我要与他同行查看整个调查过程 如果连这个都拒绝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文辞 牛炫忠爆发出疯狂的凝笑 眼神之中满是杀气 令得南宫贺连心头一惊 就连一旁的贾德三也慌张起来 因为队长的这个脸色 是他想要除掉某个人时才会出现的习惯 只见牛炫忠怒怒袁征英森说道 你竟然仗着家族势力如此不知天高地后 有本事你就将他带走 随即拔出了身后佩剑 见此众人顿势如灵大敌严阵阵以待 可就在对峙之时 牛炫忠突然邪笑一声 看着你们这些富家少爷的得意洋洋 真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啊 紧接着一把抓起雪珠缝 长剑架上了他的咽喉 你这丫头还是给我死在这里吧 见此南宫怒吓着牛炫忠的狡猾 你这么做还有脸自称正道之人吗 文言牛炫忠露出一个奸诈的坏笑 要他的命确实有点过分 那你觉得这样如何 说罢手中长剑撕裂了雪珠缝的衣裳 这个举动顿时让众人震怒 就在此时 只听破天大喝一声 我实在忍不了了 猛的纵身飞起一脚将其踢飞两米半 赵年只是施展出了无上轻功 却震惊了在场的众人 只因那竟是少林绝学凌空天上梯 能够超脱自然踏风而行 是被誉为世间最顶尖的轻功术之一 可如今竟出现在名不经传的少年身上 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 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牛炫忠 顿时心头一惊 不由地揣测起了破天的身份 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高手是何方神圣 破天面色阴沉冷冷地盯着牛炫忠 接着闪身落在了他的身前 放了那个姑娘 否则今天我就大开杀戒 说罢眼中杀意一闪过 天魔黑黑一笑 破天的做法让他狠狠出了一口气 牛炫忠紧张询问起他为何要插手此事 要知道他们可是北剑会的人 说话间敲咪咪摸上地上的佩剑 然而话音刚落破天就反手给了他一个大比斗 只见破天不屑说道 这句话从刚才开始我已经听了无数遍 不想死你就给我把他放了 然而此时牛炫忠仍旧十分嘴硬 绝对不行 就算你是高手我也不会屈服 我们律令队词典里没有后退一次 还未等他说完破天的拳头 便猛地落在他的身上 接着又是一记鞭腿甩出 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一瞬间他身上的穴道就被封住 只能沦落成一个挨打的沙包 然而破天的腿却突然在他身前停下 只见他坏笑一声 你要是再不同意的话我可就真踢了 戏谑的话顿时让牛炫忠暴跳如雷 全员听令 给我干掉这混蛋小子 随即北剑会众人朝着破天一拥而上 见此破天无奈地挠了挠头 脚上随意挑起一个酒瓶 瞬间砸在冲在最前面的人头上 就在身旁之人分神之际 破天已然来到他的身前 如同猛虎下山般势不可挡 几个照面间将北剑会众人干凡 他们的群殴此时更像是在被破天围殴 破天展露出的强大让他们不由心生惬意 你们的人海战术好像也不怎么行了 加把精美 破天嘲讽的话顿时让他们感到气恼 大声怒骂着他的嚣张 然而话音刚落 破天便闪身来到他的身前 捏指成掌尖内力翻涌 哐当一声瞬间将其轰飞 接着又是头也不回的一掌 打向身后偷袭的家伙 看着场中破天展露出的武学 南宫赫连不由的心头一惊 只见破天开始了他的武学表演秀 竹叶手 仙人掌 观音掌 这些竟然都是少林绝技 就在这世牛炫中扬起长剑 一个纵身来到破天身前 可下一刻他就待置在原地 只见破天摆出架势手中金光大作 下一刻携带着千军之力一掌轰出 掌力形成一个巨大的手掌 将其轰飞 见此情景南宫赫连震惊不已 那竟然是少林立即大力金刚掌 他万万没想到 破天竟然是身怀少林72绝技的高手 而牛炫中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这时破天来到他的面前 你听好了我只说一遍 牛炫中身体一颤 这竟然是传音 现在下令让绿令队所有人离开这里 然后不要再追究这件事 如果你敢无视我的话 我就让你体验一下 从未体验过的痛苦 已经被打怕的 他听到破天威胁的话连连点头 做完这一切后 破天满意的站起身来 可当他回头看去 却发现了不对劲一幕 只见众人皆是愣在原地 鸭雀无声 眼神之中满是难以置信 见此破天顿感不妙 他是不是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无奈摸着脑袋尴尬一笑 那个要不就先到这 不如我们先整理一下客栈吧 片刻之后 在重新整理过的重合楼客栈内 一群人互相对视尴尬无言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怪异的气氛 几人如坐侦探地围坐在一起 见此破天只能率先开口打破将军 表示自己为了跟他们化解过节 所以才提议大家一起和喜 边说着边框框地拍着牛炫中后背 但见此南宫赫连还是眉头紧重 正当他思索着该如何开口时 一旁的棚正后率先出言 真是的 你无视人也要有分寸吧 欺骗了我等你还能笑得出来 文言南宫惠美也指责起了破天 明明内力那么深厚 却还装作对武林一窍不通 你这玩笑开得未免也太广 而南宫红莲却泛起了花痴 脑海里还残留着破天神勇的英姿 虽说如此 但是他刚才真的好帅呀 破天拱手行李向他们致钱 告诉他们自己也是有着苦衷 希望各位不要过于苛责 因为自己是出入江湖 所以对武林之事一窍不通的确是真的 破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你们不会因此就耿耿于怀吧 听完破天的解释 南宫赫连哈哈大笑一声 破天紧张询问 他是有什么想问自己的吗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苦衷 才能让我们理解你欺瞒的原因 而公子的真实身份又究竟是什么 文言破天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 其实这件事情我不能随便说 但就如南宫兄所言 能与各位相识是难得的缘分 那我也不跟你们隐瞒身份了 其实在下得到了少林六祖会能禅师的真传 此话一出 顿时让众人心头一震惊待在原地 天魔吐槽他这胡编乱造的能力还真是一流 但慧能却表示这道也不完全是胡编乱造 毕竟破天的确得到了自己的灵魂传承 然而南宫慧美却否决了破天的说法 因为慧能禅师是七百年前的人 他又是如何能得到那位的真传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你长生不老吗 文言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认同 破天的说法属实有点不像话 天魔黑黑一笑 现在你要怎么办 看样子一般的谎言骗不过他们 然而破天却微微一笑 不仅不慢地跟他们解释起来 我并没有亲眼见过慧能禅师 可能是我说得不太清楚 所以你们有所困物 我本是生于泰山长于泰山之人 某一天偶然在人际罕至的山洞内 看到了那位留下的痕迹和真惊 自那天起我便一日不落地前往洞穴 虽然一开始很难理解其中的内容 但就这样持续度过几年后 我也勉强能继承会能禅师的一波了 听完破天的解释 众人虽说觉得很难相信 但因为亲眼见到破天施展的少林绝学 所以又不得不信 而南宫慧莲也不由地惊叹 公子可真是遇到了奇远了 破天再次向众人拱手行礼 对武林正派来说才是福报 甚至以后我们还需要谨慎对待你 文言破天感到不解 询问这是何意 南宫慧莲告诉他 武林中人最重视的事情之一便是辈分 而破天的师父乃是少林至高无上的祖师爷 这种辈分他们岂敢怠慢 文言其他人皆是纷纷出言覆喝 随即便一起朝他进气酒来 可一旁的牛眩中却感到十分难受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喝酒 这时破天的传音突然吓得他心头一颤 别给我摆着个脸 你有什么可不满的 如果你要继续破坏气氛你就回去吧 不过你应该明白到处乱说会付出什么后果吧 听闻此言牛眩中咬了咬牙 破天在用思想和行动分头的两一分心功 他竟然能若无其事地使用这种绝技 在他震惊之际破天突然喊出了他的名字 牛大侠之后应该不会再发生其他变故了吧 破天笑眯眯地询问着牛眩中 让他不由得冷汗直流 一个镜向他保证那是当然的 于是破天便让他先回去疗伤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白天还热热闹闹的客栈现在变得安静无比 破天在浴池中进行洗漱 他无奈感叹道本想安静度日 奈何天不住我 天魔轻哼一声 强者的人生本就如此 这时破天笑会能表示感谢 今天多亏了他 会能谦虚一笑 施主过奖了 随后破天便放松下来逐渐睡了过去 可没多久一道身影来到他的身旁 天魔连忙大喊叫醒他 直接在他面前站着一个魁梧壮喊 顿时把他吓了一跳 待他定睛一看 赫然是前不久在雪山时遇见的夏军表 没想到这个难缠的家伙居然跟到了这里 夏军表双手抱拳低鹤道 大侠 请您收我做小地板 魂后的声音差点没震龙破天的耳膜 你这混蛋竟然追到了这里 夏军表猛的一拍胸膛 表示自己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既然是大侠救了我 那么我的命就是您的了 破天见状赶到汗流 真是个让人无可奈何的家伙 而天魔反倒是挺喜欢夏军表的 询问要不要考虑收他做手下 闻言破天陷入沉思 虽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个大块头跟在身边也太显眼了 应该找个没人看得到的地方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露出一个笑容答应了下来 而在另一边的泰山密夏丰 二老正在收拾着柴火 此时一道动静引起他们的注意 只见夏丰跑来一道人影 而他正是破天刚收为手下的夏军表 原来 破天想到的办法就是让他前往泰山寻找二老 在那里潜心修炼提高实力 夏军表扑通一声跪拜在地 小人是轻炼魔王夏军表 奉君主之令前来拜见身居泰山的师父们 闻听此言二老感到十分不解 此地本不该让任何人知晓 可为何君主要将这虎背熊腰的家伙送来 一老轻叹一声 不明白破天此举是何意 而在另一边 破天此时正在宁气修炼 慧能告诉他要注意气息的流向 就如同水流一样顺流而下 不要逆水行舟 片刻后破天吐出一口灼气 慧能表示他做得很好 这样他对内力的使用就更加灵活了 但天魔却不屑一顾 表示根本不需要修炼这种基本功 可慧能却觉得打好基础最重要 天魔询问起破天以后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还没计划的话 自己可以帮他规划一下 但破天闻言却吃笑一声 表示自己只想要随心所欲地活着 并且不会再谦让任何东西 听闻此言天魔赞赏的大笑一声 说得对 活在当下做自己想做的一切甚好 就连慧能也出言复合 就是说的话有点正经古板 这让破天嘴角微抽 他觉得自己在跟一个很厉害的无奈 和一个非常古板的老头子活在一起 随即坐起身来告诉他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接着又想到了他们记忆中的武功都转移了过来 但是其余的记忆却没有 就像有人故意弄乱了一样 要怎么才能把它变得更完整 天魔表示等他的内力或者境界更成熟时 记忆自然就会更完整 如果他能拥有十甲子内力 就能把他们合二为一 并且还有其他的妙用 届时将能使用龟西大法短暂代替他行动 说不定还能将我们解放出来 这时天魔突然偷偷坏笑起来 因为到时他就可以趁机占据破天的身体 文言破天询问解放是什么意思 天魔心虚掩饰说可以让他们重新转世 或者去到其他人的身体里 破天望着天魔陷入了沉思 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几分真假 深夜 破天在房间内入睡 就在这时天魔大喝叫醒了他 告诉他有人正在接近这间屋子 话音刚落 房门便被人打开 只见门口赫然站着一名红衣女子 赵年初次的大展神通 竟惹得少女芳心暗许 甚至不惜深夜来访以表情意 然而对此破天却浑然不觉 此时他略带紧张地盯着门口 难道说是北剑会派来的刺客吗 可当他看清来人后却不由一论 只见南宫红莲翘生生地站在门口 破天呆呆地望着南宫红莲 不明白他来访的意图 南宫红莲翘脸微红笑盈盈地盯着破天 接着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举动 只见他一把脱掉了身上的外套 随后附身靠上了破天的床 此景下的破天当即打了个寒战 南宫红莲缓缓地向破天深情告白 从初次见到公子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因为怕会错过公子 所以我觉得要鼓起勇气告诉你我的爱意 听闻此言破天当即不知所措的冷汗直流 而天魔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哈哈大笑 你小子艳福不浅 这可是一件美事啊 但会能却古板地告诫他此事万万不可 正当破天思索之际 南宫红莲已凑着身子朝他靠近 脸上洋溢着羞涩的红韵让人陶醉 然而破天却无情地打破了这美妙的一幕 他哭笑不得说道 红莲小姐 你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 快回去吧 破天的话犹如一盆冷水落在南宫红莲身上 委屈的泪花顿时在眼眶打转 公子为何如此无情 难道是不喜欢妾身吗 破天难为情地表示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自己不过是一个刚踏入武林的心人 所以根本配不上小姐 不过小姐心意在下心灵了 听到破天的解释南宫红莲虽敢无奈 但还是理解了破天的想法 想必公子定是胸怀大志才踏足武林 既然如此那我今日就先回去了 不过 说到这他又话音一顿 韩晴默默地抚媚一笑 虽然这次我可以乖乖回去 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公子的 文言破天刚放下的心盾时又提了上来 只能僵硬地无奈硬着好 带到南宫红莲走后 破天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天魔对此感到惋惜 你可真是个蠢蛋 难道不懂英雄风流这句话吗 但慧能却表示他这次做得很好 随后破天站起身来准备到外面去透透气 片刻之后 破天在夜色下凌空而行 双脚踏洞间发出阵阵阴暴之声 而这正是天魔的神通天魔飞行术 破天想起零行前二老曾跟他说过一些事 所以他必须要去见一个人 这也正是他来开封府的目的 很快破天就来到了关帝庙下 而丐帮总团就是坐落在此 可下一刻两道人影就朝他急速扑来 一瞬间将匕首架在了他的咽喉 破天目光望向他们的腰间 丐帮之人会用记载腰间的结束来表明身份 通过白天与南宫贺莲的交谈 二代的身份也就相当于丐帮的眼睛 独眼男子立声质问破天是何人 到此又有何贵干 破天打着哈哈回应道 在下信文 前来拜访丐帮前代帮主封迁户 闻此 二人连忙飞速离开破天身边 面带惶恐的轻声询问 请问阁下是遇见神龙文大侠吗 听到这个外号破天感到十分吃惊 但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于是二人再次向破天确认 他是不是与北剑会在重合楼起冲突的那位 破天对此给予了肯定 同时心中不有感叹 真不愧是丐帮 都说他们的耳目遍布无垠 还真是无所不知呢 片刻之后 破天被带到了丐帮的接待室 而接见他的是一名三代男子 在经过一番客套之后 男子询问破天找他们的太上帮主有何贵干 破天把手伸进怀里一阵翻找 接着将黄爵之牌递给了他 你帮我把此物交给他 他自然会明白我为何而来 而男子只是看了一眼 随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让破天感到好奇 询问他为何连问都不问 就愿意帮他转交此物 男子哈哈一笑给他解释起了原因 他们和北剑会在开封府 可谓是势不两立 听文公子狠狠教训了一顿那群家伙 可别提让我们有多痛快 因此我们也十分关注文公子的行动 所以您不必跟我客气 再下去去救回 在男子走后破天打量起了四周 这里的构造虽说不华丽 但却十分精妙 看来丐帮和表面看到的不同 是一个根基十分雄厚的势力 如果因为他们是乞丐就轻视他们 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 片刻后 一道身影猛地撞开了大门 剧烈地撞击激起一阵烟沉 而当看清来人后破天顿时瞳孔一阵 只见一名身材瘦小 但却透着精壮的老者站在门口 而他的腰间竟然绑着数量多到夸张的结束 老者气势逼人地拿出黄绝之牌 就是你拿来的这个令牌吗 压迫感十足的话语让破天冷汗直流 但他还是回应了肯定 闻此 老者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微臣封千户拜见陛下 从现在开始微臣会拼上性命辅佐陛下 见此破天会心一笑 临走时二老曾交代他戴上黄绝之牌 前来寻找丐帮的太上帮主 而封千户对他的表现也如同二老的表现一般 这让他不由佩服起先帝的谋略超取 片刻之后 破天与封千户相作常聊 封千户再次向破天表决自己的忠心 只要他一声令下 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但破天却哈哈一笑谢绝了他的好命 表示自己已经不想再参与朝政之事 况且叔父是这个时代的大英雄 所以也不想再继续骨肉相残 闻言封千户也了解了破天的想法 于是询问他接下来有何计划 破天轻抚下巴认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虽说我已放下黄泉 但不能就此颓废 所以你觉得我在江湖称帝如何 以你引领丐帮的力量再加上换一二老 江湖上一般的门派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如此一来称帝也并非无稽之谈 破天野心勃勃地看向风千户 淡淡的话语中蕴含着心风血雨 风老 你可愿意为我引发一场血乱 闻死 风千户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但他的目光很快就变得无比坚定 宁可知丐帮为何没有加入九定年 那是为了维持丐帮的体系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拥有遍布江湖的力量 只要我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可以为之赴汤蹈火 而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不知何时会到来的天命 只要君主下令 哪怕是不正知事我们也会绝对遵从 风千户疯狂的话语让破天感到惊喜 果然 先帝有着一群真正对他忠诚的臣子 其实他完全可以将这当成一个无知少年 所提出的无理要求 可身为丐帮帮主的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这让破天越发觉得先帝是个非常厉害的人 随即他轻笑地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闻言风千户顿时眼前一亮 恍然大悟地表示那当真是失礼了 破天哈哈一笑 如果真到了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再请你可以吗 风千户双手抱拳恭敬行礼 您随时可以吩咐 片刻之后 二人在一阵长谈中也越发熟络 随后破天也打算起身离开 但风千户却叫住了他 接着他走到一处 按下了其中的机关 随着一阵轰隆的声音过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存放着数不胜数的宝库 其中不仅有着让人听到名字就心头一凉的武器 更有着曾经盛极一时的宝物 接着风千户带着破天走向宝库身处 再来到镜头后 风千户再次打开一个密室 当见到面前之物后 破天顿时眼前一亮 只见那里赫然有着两把一黑一白的宝剑 从品项来看就知道不是凡物 风千户告诉他这层是先帝让他代为宝管 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人 破天端向着这两把长剑 让他感觉非常奇妙 风千户询问他喜欢哪一把 都可以把他带走 文言破天陷入了沉思 可就在这时天魔和惠能却十分激动 天魔大叫着让他选择那把黑色的剑 就连平时古波不惊的惠能也一反常态 着急地让他选择白色的那把剑 这让破天一阵恼火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那就是两把剑他都要 少年初入武林就名声大噪 只因他是身怀少林绝技的绝世高手 在与江州霸主北剑会的冲突中一战风神 人送外号玉面神龙 在一夜之间响彻武林 就连武林顶尖势力的丐帮太上帮主 也愿对其干脑徒弟万死不辞 甚至为其奉上两把绝世宝剑 黑剑乃是曾经武林第一人天魔的佩剑 白剑则是由古式名将打造的干将剑 也被称为皇帝所佩之剑 而在得到了两把宝剑后 破天回到了客栈 南宫众人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他询问破天去了哪里 破天打着哈哈表示出去透透气 南宫赫连目光一鸣 注意到了破天腰间上耀眼的佩剑 与此同时南宫惠美也发现了这一点 瞪大了眼睛惊奇询问 你一夜之间哪来的两把好剑 闻言破天感到汗流 掩饰到这只是自己偶然所得 并不是什么好剑 但显然南宫惠美并不这么认为 目不转睛打量着他腰间的佩剑 我怎么看着像好厉害的宝剑呢 就在这事彭震后向几人高喊 大会即将开始他们该出发了 随即南宫赫连邀请破天一同前往 据说少林的枝空禅师也会参与本次大会 随后一行人便前往了正道大宴 南宫赫连轻笑表示自己可真是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破天这么快就获得了一个玉面神龙的外号 他的威名已经震撼了整个开封府了 想来这次大会上会被很多人关注 破天微微摇头谦虚一笑 如此高的评价可真是让我感到惶恐了 一旁的南宫红连暗送秋波直勾勾望着他 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公子可真是太谦虚了 这让破天感到有点头疼 有种自己会一直被他纠缠的感觉 随后破天望向远处高耸的阁楼 不由感叹北建会的气势非凡 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江北霸主 他们在性质上与其他门派不同 是正道四世中人数最多的门派 会主之下有三位护法 直属护法的有守护殿 魔剑殿 血剑殿和千剑殿 在那之下就是军师 总司 总管 以及直属总司的铁骑团 再加上总管管理的律令队 杀影队 飞影队 帮派总人数超过了5000人 因此他们可以说是除了丐帮以外 最厉害且最大规模的帮派 不过现在的北建会虽然形势霸道 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魔剑殿和血剑殿 他们本是在磨到恶名昭著的坏人 后来被北建会笼络收编 但是那些人残酷的心性却并没有任何改革 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提出过许多次 但每次北建会都是用三言两语打法 而这也是五联会和北建会关系越来越差的原因 这时唐正宇凑在破天耳边悄悄说道 据说北建会花了十万两黄金打造了这座阁楼 文言破天感到吃惊 这么多钱他们是从何而来的 南宫赫连告诉他北建会主要收入来源是标物运速 此外还经营着客栈 酒楼 补方 钱庄等等 说到这南宫赫连四下打量 随后凑到破天耳边轻声道 所以魔道才会被他们视为眼中钉 因为这些行业在之前都是掌握在魔道手里 文言破天感叹到除掉魔道的话 把这些全部独占的确收入不菲 就在这时一道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只见一人骑着马匹急促奔来 同时口中大喝着让开 掺加着内力的声音撕裂了众人的耳末 速度丝毫不减地朝人群中冲去 就在这时破天走了出来 直定定地挡在了奔来的野马面前 见此马匹上的人影顿时一惊 旁边众人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公子危险 就连天魔也感到不解 汗流地表示他不会是想跟那匹马打架吧 对此破天眉头紧重 那个人很烦 这种蛮不讲理的人真的很碍眼 转眼间奔袭的野马就冲到了他的面前 见此情景众人都为破天的安全感到惶恐 怎料下一秒野马静于而起 静止从他头上凌空飞过 顿时让破天震惊地待在原地 与马匹上的蒙面人四目相对 随后野马稳稳落地 在周围人呆滞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南宫惠美的嘲笑声传进他的耳里 让你随便出头 这下脸丢大了吧 就连天魔也跟着南宫惠美一起嘲笑他 破天气恼表示室内家伙太厉害了 那种奇术即便是在军队中都极为罕见 没想到在不熟悉骑马的江湖上 竟还有人掌握了如此厉害的奇术 说到这破天话风一顿撇向人影离去的方向 而且刚才那个家伙还是个女人 他只是公然拒绝了北建会的提议 却让武林人士震惊不已 只因他乃是少林德高望重的首席禅师 随着北建会举办的正道大会开始 破天他们也来到了入口处 但乌泱泱的人群让他们排得苦不堪眼 可就在这时破天眼睛一亮 轻笑着告诉南宫他们不用再排队 就在南宫赫连不解时 他对着一个方向拉起嗓门高声大喊 牛大侠 这熟悉的声音落在牛炫中耳里 顿时让他一击灵 该死 这臭小子怎么也在这 与此同时破天传音让他赶快过来 他当即屁颠屁颠的一路小跑 虽然内心已经把破天骂了百八十遍 但表面上还是恭维的表示欢迎 破天一把搭上牛炫中的肩膀 牛大侠不知能否通融一下 队伍这么长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边说着手上力道边逐渐加重 令得牛炫中嘴角一抽 好家伙 我要是不答应怕不是又得挨一顿的 当即笑嘻嘻恭敬表示当然可以 各位公子请随我来 片刻之后 牛炫中便将几人带进阁楼内的绣兵阁 而在隔壁有两人正打量着破天 这就是那个小子吗 怎么看都不过是一副乳秀未干的样子 看来牛炫中和绿令队都大不如前了 居然被那种小鬼打得颜面尽尸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背后传来 玉面神龙就是那个小鬼吗 真是胆大包天 做了那种事还敢若无其事到这里来 闻此二人大吃一惊 他们没想到会主竟亲自到此 接着他又不快地继续说道 我们本就因为那个叫破天的家伙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现在江湖上的人都因此开始小看北剑慧 所以我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把那个家伙悄悄带到我面前 既然是他害了北剑慧丢了颜面 那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很快 武林正道人事齐聚一堂 在众人议论纷纷地等待中 北剑慧的人登台发言 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商议两件事 第一是为了抹杀威胁武林正气的势力 第二是为了提拔能担任众人的人才 在魔道重新给武林带来混乱之前 将其连根拔起勇绝后患 话音落 北剑慧众人一阵光顾鼓舞 但听完后破天却眉头一皱 他们这是想要将魔道彻底除去 所以才为了这个让正道人事聚集在此呢 破天询问南宫贺连发言的此人是谁 他这样说话不会太露果了吗 这是北剑慧的军师三眼牵挠赵天鳄 话虽如此 但是也没人敢反对的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提前收买了 颇有势力的门牌 现在他们的提议不过是走走过程罢了 如若说有什么变数的话 那就要看其他正道世家会如何选择了 这时赵天鳄再次登高一呼 还请各位武林人士认真考虑我们提议 与此同时北剑慧众人也高呼起了征伐魔道 见状破天感到一阵无语 这些人真是有够可笑的 就连天魔也讥笑表示 就像在看一场编排好戏 可就在这时一道人影走出来 见此赵天鳄感到一惊 只见一个身穿袈裟的和尚走到前来 与此同时破天敏锐地察觉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现场的气氛产生了变化 而他正是少林寺的禅师首座志空大师 同时也是代表了九定年的人 志空大师对众人说道 老那认真地听取了北剑慧的提议 不过老那有着不同的见解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瞪大了双眼 接着志空大师继续说道 虽不可否认北剑慧是在为武林着想 但凡是皆要顺其自然 魔道如今形势谨慎 实在不必再去刺激他们 只有魔道和正道维持平衡之势 武林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就连在许久以前天魔统治的黑暗时期 也是因为他们心存一点宽宏 才能让正道延续至今 既然连魔道都是如此 那么自称正道的我们就更不应该犯下那种错误 因此 少林与九定连反对北剑慧的提议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就连南宫贺连也意想不到 九定连竟然公开反对北剑慧 看来少林的底气依旧还在 不过破天道注意上了另一个点 询问起天魔是咋回事 他怎么还统治上武林了 是当上武林的老大了吗 之前又说是孤独一人什么的 文言天魔苦笑一声 没办法 是天下不愿我当一个闲人 没想到当时会有那么多追随者 说到这他黑黑一笑 你要是想要尽管开口 我把我的天魔教全部介绍给你 但听到这话破天却嘴角一抽 你这蠢货 你天魔教的那些人早就寿终正寝了 文言天魔这才反应了过来 该死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而南宫贺连也感到非常意外 他原以为就只有他们武林会反对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南刀盟的意见了 这时破天想起南宫贺连曾说过 南刀盟与北剑慧关系本就不好 那么如果他们也反对的话会怎样 如果是这种结果 最后应该是个门派领导 再次聚集在一起讨论 不过因为有很多门派被北剑慧收买 所以最后的结果定然会如他们所愿 但正道四世有三家反对影响也会很大 随后就如南宫贺连说的那般 武林会也提出了反对 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南刀盟的意见了 如果连他们也反对的话 即使北剑慧赢得了投票 也会变成没有正当理由的决定 而且会在正道四世中地位越来越低 因此参加大会的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南刀盟的代表上 而破天一眼就看出了此人实力很强 而他的开口也如同众人料想那般 我反对北剑慧的提议 此话一出南宫贺连也松了一口气 现场也顿时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然而场上的赵天鳄却对剧令静小声说道 你怎么这样 这可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 闻言剧令静不屑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 接着他突然转过身去 对着众人大声说道 不过还望各位不要误会 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我们南刀盟决定赞同北剑慧的提议 闻此 破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而与之对此的北剑慧顿时喜出望外高声喝彩 说吧 剧令静回头嫌弃表示 现在总可以了 随后头也不回的大不离去 这不由让赵天鳄在心中怒骂 该死的混蛋 非要话舌天族的吓唬别人 破天十分不理解的询问南宫 南刀盟说的是什么意思 既反对又赞同的 但此时南宫贺连也摸不着头脑了 他万万没想到南刀盟竟然赞同北剑慧的提议 现在这个局面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随着正道大会的结束 众人也纷纷离场 破天好奇询问大会就这么结束了吗 正常情况下不同意见的人 不应该上台比武什么的吗 南宫贺连哈哈一笑 告诉他武林人可不是都这么蛮不讲理的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可就大失所望了 但天魔却十分赞同破天的想法 毕竟这个武林的生态终究只有一个 那就是强者生弱者灭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这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接着破天又询问 接下来会是什么结果呢 现在正道四世的意见不是二对二吗 这个要看今晚正道门派的投票节目 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征伐魔道 可就在这时身后走来北剑慧的人 问其哪位是玉面神龙 破天表示正是在下 有何贵干 男子发号施令般淡淡说道 慧主有请 随我们走一趟吧 听闻此言彭正后十分不满 哪有他们这么蛮横的邀请人呢 连理由都不讲是否太过无礼 然而男子却目光易冷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是慧主的命令 气得彭正后就要上去跟他用拳头理论理论 但破天却拦下了他 看样子会主找我有急事 不过像你们这样一群人来请 即便我不愿意也会被你们强行带走了 破天嘲讽的话顿时让几人怒从心起 你这年轻人可真是蛮不讲理啊 你要想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小心祸从口出 对此破天毫不怯场讥讽回应 敢来这里的人谁会不知道呢 就在几人剑拔弩张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 见到来人众人皆是面露惊讶 而他正是少林寺的制空大师 阿弥陀佛 听闻此处有小松的师叔祖 是哪位得到了惠能禅师的传承 少林体内共存的三个无上身份 唯我独尊的至尊帝王 闻风丧胆的杀戮魔神 翩翩如玉的玉面公子 而当三重身份同是存在一人身上时 究竟会创造出怎样的传奇 正当破天与北剑会众人剑拔弩张时 少林首席禅师之空大师出现打断了他们 并且指明询问哪一位是他的师叔祖 此话不仅让北剑会众人感到震惊 就连破天也错愕地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就成了他的师叔祖 随即至空大师向众人解释 听闻大侠的武功源自于慧能六祖 如若是真的 那他便是我们的师叔祖 闻言南宫赫连恍然大悟 因为慧能禅师乃是少林的师祖 而破天相当于他的清传弟子 也就是说 他的辈分成了少林之中最高的人 可就在这时至空动作一动 随即爆发出一股猛如潮涌的骇人之事 冷力的声音让人不寒而立 但如若大侠是为了获得虚名而利用六祖名号 那将会被视为在侮辱少林 老那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气势逼人的压迫感让破天心中震动 不过下一刻他就稳住了心神冷笑一声 那你想让我如何证明呢 说吧 体内气势如猛虎下山般瞬间爆发 顿时让之空大师瞳孔一锁 只见破天轻笑一声 现在我可以在这里施展武功吗 浪涛般的气势如同十字般似仨而开 但之空大师却呵呵一笑 虽然他也很想这样 但他现在还有钥匙在身 所以此番只是想打个招呼罢 验证武功之士后面在本次进行克服 文言破天心里一口答应了下来 对此之空也回力表示后军来临 此情此景让一旁围观众人呆愣在原地 他们万万不敢想 破天竟然有可能是少林辈分最高的人 这个少年究竟有着什么来头 片刻之后 南宫赫连表示多亏了之空大师 北剑会那群人倒也不敢继续为难 不过看来是因为绿令队的事情怀恨在心 所以文公子要多加小心 毕竟这里是北剑会的大本 而且绿令队的事情实际上是因我们而起的 而在路上破天陷入了沉思 皇帝 天魔书生破天 玉面神龙文润 这三个身份在他体内维持着奇妙的平衡 而与之相反的是 当前武林的平衡已经被打过 或许这种奇妙的平衡 才是他该在武林中开创的未来 夜里破天百无聊赖地躺在房顶等待投票节目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闪过 身心如燕灵动穿梭在房顶之间 破天见状暗道好厉害的轻功 这里可是北剑会的身处 这家伙到底是何人 于是破天当即决定追上去一探究竟 只见那人身姿飘逸巧妙的前行在阴影中 这般轻功可谓是十分两得 武功实力绝对在牛炫中之上 在一路尾随下 破天来到了北剑会深处的九层阁楼 此楼名为神剑阁 而在武林中能被称为神剑的直游恋 一个是武林会的现任会主 昌天神剑南宫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阁楼的主人 北剑会的会主 无上神剑独孤恨天 他是正道四大世家中最年轻的首领 甚至有部分武林人士称他为剑皇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他的父亲乃上一任的会主 武林爵士高手的乾隆大帝独孤真 但他在传位给独孤恨天后便悄然消失 江湖传闻乾隆大帝是在某处 亲自教导独孤恨天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孙子青龙飞剑独孤 但不管传闻如何 独孤恨天作为会主 如今已完美掌握了北剑会 只见人影前进了一处阁楼之中 那里乃是绣华店 华丽的装饰无不彰显气派 破天能察觉到周围埋伏着数十人 并且是实力不凡的高手 看样子是在护卫着里面的重要人物 但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看守被囚禁的人 一想到这破天就越发好奇 那里面究竟有什么 但让他苦恼的是 如果一不小心被发现的王 或许会被他们当成入侵者 于是他询问天魔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招数 能让他进入里面不被发现 但天魔文言却感到无语 你现在施展的天魔前行术不就是吗 可要是那样走到高手中 应该会被发现吧 天魔坏笑一声 你也太小看我的武功了吧 你把所有的内力 都施展到天魔前行术上看看 文言破天当即按照他说的做起来 而当他倾注了无甲子内力 将其施展到极致后 他整个人都化作一股清风 引入虚空 只要有一点缝隙的地方 都能穿过去 那些警戒的高手 就算睁的眼睛 也丝毫察觉不到他的行迹 只能感觉到有一股微风浮过 就这样破天成功进到了房间内 而那个黑衣人也是来到了此处 随后恭敬朝着前方问候行物 可等到破天定睛一看 他的脸瞬间刷得一下造红起来 只见一名孵如宁之的角色 美人芙蓉出手 他轻抚着秀发询问事情调查的怎样 不要有所隐瞒如实告知 黑衣人沉默片刻后缓缓开口 男刀萌的少萌主是个杀人不眨眼 且悦女无数的酒色之徒 附近村子的人都对他怨声载道 对于这个回答女子似乎早有预料 看来他果然如传闻中一样是个人渣 接着女子抬手略带哀愁叹息道 不过我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虽说是为了与男刀萌结盟才定下了婚事 但说我是被父亲卖过去的也算不错 加上对方还是那种人渣 听到这里破天也明白了女子的身份 看来他就是北剑惠惠主的女儿 原来男刀萌一反常态的原因在这里 他们竟然以联姻的方式达成了同盟 但破天只听了这么几句 就知道他的联姻对象是个人品极差的人渣 可北剑惠惠主为了自己的野心 竟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那种人 可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啊 随后女子便让黑衣人先回去 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带到黑衣人走后女子无力的摊坐而下 接着整个人开始了悲伤的抽携 见此情景破天的心瞬间被狠狠触动 他忍不住的握紧了拳头 对于这种无力他十分感同身受 因为他曾经也是如此 无力的掉入命运之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 他所能做的只有流泪 以及拼命的祈求能得到一线生机 不过万幸的是 他还有着可以脱离苦海的奇缘 于是破天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次就由自己来当他的救命稻草 接着他便撤去天魔前行术 现身在了女子面前 不然出现的神秘男子顿时让他惊住了 反应过来刚要立声质问时 破天已快速出手封住了他的穴道 一瞬间就让他能听不能言动弹不懂 破天欠身行礼向他表明身份 冒昧了小姐 在下姓文 江湖人称玉面神龙 今夜不过是追着夜行黑衣人偶然到此 并无害你之意 刚巧听到了小姐的苦衷 所以想要帮助你 我现在给你解开穴道 但你要答应我不能大喊大叫 文言女子眨巴眨巴眼睛表示同意 接着破天便为他解开了穴道 可下一刻女子就抡起玉手 朝他脸上闪来 可破天却瞬间侧身躲过这下 速度之快让他心中不由感到吃惊 破天汗流表示自己是不是应该挨你这巴掌才对 此时女子也冷静下来 焦鹤问到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对此破天再次抱拳之前 他的行为的确是有点过激了 不过却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小姐 说吧轻壳一声 那个 麻烦小姐请先把衣服穿好吧 文言女子连忙手忙脚乱地把衣服收拾好 接着修红着脸询问破天要如何帮自己 破天略微思索 如你所愿如何 你尽管开口 无论何事我定会全力相助 听闻此话女子目不转睛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他究竟是何人 又为什么要帮助素不相识的自己 不过他能顺利进入绣华店 自嘲表示刚刚自己还祈求能抓住救命稻草 可天将救命粗绳时却在这里犹豫不决 真是可笑 不过你究竟是结实的粗绳还是烂稻草 就留着以后慢慢确认吧 我叫独孤雪兰 若你能帮助我离开北建会 我这辈子都会对公子感恩戴德 文言破天一口就答应下来 当即伸出手现在就带他出去 可独孤雪兰却摇头表示现在还不行 明日此时你再来此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正发生着一件破天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 南宫红莲来到了他的房间 却见到房间内空无一人 但他们明明是一同回来的 于是美国一会就前来确认一次 在苦等许久后他不由担心起来 一个不好的念头在脑海蔓越 难道说北建会对公子下手了吗 想到这他立即着急忙慌地去告知南宫贺莲 在听闻此事后南宫贺莲勃然变色 连忙跟他再三确认 对此南宫红莲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 见此他心中顿是惶恐不安 后悔自己没有更加注意一点 明明那群家伙露出的敌意已经很明显 可却忽略了他们不是会轻易罢手 是自己失误太大 害得闻公子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一想到这他的脸色就变得越发难看 他要马上将此事告知五联会 赵莲只是失踪了两个半小时 却引得武林各大顶尖势力恐慌不已 这连传说中的丐帮太上长老 也对众人放下狠话 倘若玉面神龙遭遇不测 即使发动十万丐帮弟子 也势必要荡庭北建会 就在破天在神剑阁会见独孤雪兰时 他的离开被南宫众人当成了失踪 极度怀疑他是否遭遇了北建会的毒手 并迅速将此事告知了五联会的各大高手 还一并通知了九定连 闻此之空大师冷笑一声 我明明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竟然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动手是吗 如若那个年轻人真得到了会能禅师的传承 北建会普通弟子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可他至今依旧行踪不明的话 也就是说北建会会主可能亲自参与了这件事 而在五联会这边 南宫赫连向彭家家主彭虎佑讲述 破天曾在客栈与北建会的律令队有过冲突 听闻此言 彭虎佑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如此说来 那位文公子说不定已经被北建会谋害了吗 可就在此时 一道怒吓声传了进来 你在说什么 你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只见门口赫然站着一名精兽老者 而他正是不久前与破天会面的丐帮太上帮主封千户 此时他阴森的连周围空气都要凝固 沉重的如同千金巨石让人喘不过起来 你们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多时 独孤恨天便得知了丐帮太上帮主清零的消息 这令得他心中一阵忐忑 自从父亲隐居后那个老家伙就再也没路过面 现在为什么突然来访 可不容独孤恨天多想 他当务之急就是立刻赶去败见 而见到平时遇事从容不迫的会主 现在却依反常态匆匆忙忙 北建会众人皆是感到诧异 而一旁的军师赵天恶别出了原因 太上帮主和前惠主乾隆大帝 是关系很好的主马之交 况且就算只论辈分他也是武林的大前辈 所以惠主那么着急也是理所当然的 很快 独孤恨天便赶到了会议大厅 他表示已经在全力搜寻文公子的下落 希望风老能够冷静一点 可此时风千户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高声怒斥着独孤恨天 北建会有开封府那么大吗 你们一万五千名武士竟然还找不到一个大活人 这像话吗 万一那位出了什么事的话 哪怕是动员丐帮的十万乞丐 我也会彻底铲平北建会 风千户凶神恶煞的威胁令的独孤恨天冷汗之流 那个姓文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来头 能让丐帮太上帮主尊称为那位 还有制空大师 他应该知道我把那家伙叫出来过 以现在的情况他完全可以怀疑我 可为何他却一言不发呢 而且据说那家伙得到了会能禅师的传承 如此一来少林不是更应该着急吗 之前还直接表明了反对魔道征伐的立场 也许他想趁这个机会得到不参与的借口 看来我也不能太小瞧制空大师 而难道能得会主此时一头雾水 不理解那个姓文的是何方神圣 能让这么多人大张旗鼓地找他 不过一旁的澎湖又见到独孤恨天吃别的模样 简直不要太爽 让他之前气焰那么嚣张 如今真是活该啊 可他窃喜的样子刚好被风千户逮着 质问他在那里偷笑什么 这是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吗 你父亲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风千户的夺命三连顿时让他再也笑不出来 冷汗直流的连连道歉 而在另一边 破天刚从独孤雪岚处离开 他一想到独孤雪岚让自己明天再来就感到无语 这应该不会是陷阱吧 见到破天这般模样 天魔担忧表示他不会真打算乖乖听那丫头的话吧 你小子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第一次见你就敢把自己的未来交到你手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此破天白手表示这个他或许无法理解 但自己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我不觉得他会用那样的眼神对我撒谎 然而天魔闻言却对着破天破口大骂 那丫头以后说不定要变成你的仇家呀 爱情什么的不过是净花水月 全都是百无一用罢 可对于天魔的话破天完全听不进去一点 撇了撇嘴让他少管闲事 气得天魔只能牙痒痒 心中怒骂着年轻人就是不靠谱 明明光让我的名字重振武林都够他忙活的 这时破天也注意到了四周吵吵闹闹的北剑会众人 不明白他们闹哄哄的跑来跑去是做什么 于是便走上前去询问 男人表示因为现在有人失踪了 所以北剑会进入了一级紧急状态 但他们又不知道失踪那个人的长相 真是想找都找不到 闻言破天当即询问那人叫什么姓名 可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顿时惊恶失色 而在议事大厅内 独步恨天焦急地询问赵天鹅有消息了没有 对此他遗憾表示暂时还没有 闻言澎虎又冷哼一声 你们真的觉得遗憾吗 闻此赵天鹅立即转头怒斥他在胡说什么 澎虎又直接拿破天与北剑会的冲突出来说是 听说玉灭神龙可是让北剑会颜面尽失呢 可现在却在你们的核心之地失踪 这不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吗 此话让赵天鹅无言以对 可他们又明明没做这种事情 只能咬牙切齿表示都不过是他的一派胡言罢了 而封千户现在已经快要疯掉了 怒骂着让他们把嘴闭上 可就在这时 破天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他尴尬地看着面前的众人 他没想到会因为自己引发这么大的波澜 这都是什么事啊 见到破天出现封千户立即飞奔向他 乌铜一声拜倒在了他的面前 君主还好您平安无事 见此情景 众人皆是心神一震 太上帮主居然尊称那个小鬼为君主 要知道封千户可是当今武林名副其实的最高元老之一 这般身份居然在他面前跪下 这个男子究竟是何身份 破天也察觉到了众人一样的眼神 急忙小声让封千户想想办法 不然他们都怀疑自己了 文言封千户打着哈哈大笑一声 文公子 你突然消失可把我们吓坏了 吓得我都开始胡言乱语叫你君主了 对此破天也连忙回忆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吗 毕竟平日里太上帮主一直带我如孙子一般 是啊 我都担心死你这小子了 众人无语看着二人一唱一鹤圆着别角的戏 随即破天向众人表示歉意 因为自己的愚钝 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不必要的担心 尤其是惠主 真是对不住了 独孤恨天此时的心终于得以输下来 表示咱们换的地方再聊可否 随后 几人围坐在一个饭桌上 空气中透着些许怪异的气氛 接着独孤恨天给破天倒上酒来 而他的心中压根不相信 风千户这种老狐狸会说错话 无比好奇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子是什么来头 他一定要揭开玉面神龙的真面目 安海景是轻轻挥出一剑 却展出了绝顶高手的剑锋 要知道 这可是人剑合一才能施展而出 可如今却被一个十八年没摸过剑的少年掌握 而在此前 破天回归后 独孤恨天为其举办了酒宴 众人皆是其乐融融沉浸在其中 然而有两个人却如坐针毡 南宫赫连此时已经汗流加倍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这可是武林各门派首领级人物欢聚一堂的宴会 而破天也浑身的不自在 这群人竟然奉他坐在上座 这一切只应该帮太上帮主封千户的一具君主 因此众人的焦点理所当然的放在了破天身上 不过他本人却十分淡然的无视了众人的视线 这时彭虎又问起了破天曾经施展过的少林武功 一听到这个南宫赫连顿时来的精神 神采奕连表示那真是令他惊叹不已的精力 他做梦都没想到 能亲眼见到只存在传说中会能蚕食的武功 破天打着哈哈表示不过是运气好吧 而且目前尚未经过制空大师的认证 封千户哈哈一笑 但是只要得到了认证 你就是少林辈分最高的人了 文言制空大师也表示赞同 毕竟会能遛祖那是少林的师祖 哪有门派会不重视辈分的 只要破天通过验证 那他在少林的地位就等同于自己了 闻此 众人皆是惊呆在原地 如此一来 破天就一跃成为了正派武林中辈分最高之人 而这也让独孤恨天对破天越发的好奇 这般人物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虽然听说他会少林武功 但完全没想到他竟得到了会能蚕食的真传 要知道少林可是正道武林的精神之主 所以在武林的人脉可谓是超乎想象 而由太上帮主引领的丐帮 所拥有的庞大规模和情报能力更是武林之罪 因此他要想称霸武林的话 就必须得到他们的帮助 想到这独孤恨天一阵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动这家伙 差点就惹祸上身了 于是他便想着要怎么讨好破天 以此来好好维持北建会与丐帮的关系 这让他恨不得自己再多一个女人 在众人各怀心事的过程中 宴会继续进行着 而各派首领也牢牢记住了 玉面神龙这个称号 在宴会最后则是征伐魔道的投票 原本以为会难以得出结论 可却因为有近七成的人赞成北建会的提议 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而在失去反对的依据之后 所有的主导权便都到了北建会的手里 这不仅成立了数千年以来 首次由正派主导的魔道征伐 更是促成了武林历史上最强武林盟的诞生 次日 竹林内 破天竟意外地让天魔教他剑术 闻言天魔自信一笑 剑可是兵器之王 他必定倾囊相授 接着他便让破天试着将剑飘在空中 紧接着又让他将剑抛出去 能抛多远就抛多远 闻言破天手掌一动 随即猛地将长剑制取 然而这时天魔却立即大喊 让他将剑收回来 顿时令的破天猝不及防 连忙使用内力稳住长剑 剑身摇摇晃晃旋转地倒飞回来 借着一头插在了竹子上面 这也引来了天魔的耻笑 要知道天魔剑可是连含铁都能刺穿 可他现在却连个竹子都没砍断 因为他内力不足 导致剑飞到了石杖开外后 他就控制不住 所以这也是他内力的极限 这种实力最多能被称作剑术 说着天魔摆出一副师傅的架势力色问道 你觉得何为剑的上升境地 对此破天挠挠头表示这个 他的确不太懂 天魔随即给他解释起来 上升境地也就是先天真气 通过剑与人合二为一之影 只有他们能够自由地合二为一时 才能施展出真正的预剑术 不过你先达到无形剑的境地吧 随后破天便开始预剑练习起来 只见空中的长剑灵动飞舞 仿佛活过来的一般 携带着凛冽的锋芒一剑斩下 剑此破天满意一笑 他在这个状态下挥出了剑刚 但天魔对此却并不满意 以他现在的剑刚 根本无法破坏威力巨大的剑 他要将剑刚进一步扩大来制造出剑锋 于是破天当即按照天魔所说的运作起来 下一刻 剑气势如惊雷撕裂长空 仿佛一切在其面前都无法阻挡 见此一幕 天魔心中顿感哑然 破天竟然一次就施展出了剑锋 这家伙的成长速度简直惊人 片刻之后 破天气喘吁吁的瘫倒在地 并询问天魔当初到了哪个境界了 天魔告诉他自己至少超越了无形剑 听闻此言破天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至少超越了无形剑 也就是说还有比这更高的境地吗 当然有了 那就是将自然的一部分化为剑气的 自然剑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下雨的时候将雨水化为剑气 哪怕是十万大军也会在一瞬间被歼灭 那么 要是将风化为剑气呢 或者从天上劈下来的闪电呢 这些能用剑挡得住吗 文言破天感到难以置信 这真的是人可以做到的事吗 可天魔却信誓旦旦告诉他 当然可以 不过之后的阶段 现在跟他说了他也听不懂 对此破天只觉得匪夷所思 你的意思是说 还有比无形剑和自然剑更高的境地吗 对此天魔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宇宙剑 那个境地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这些现在还不是他该在意的 等他慢慢变强 就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了 破天问到你说的他们是指武林人士吗 对此天魔斜笑一声 不 当然不是武林人士 那是成名已久的独孤剑神 却对出入江湖的少年亲爱有加 甚至还想要将千金许配 殊不知眼前的翩翩少年 竟是首任了北剑会三千人的魔神破天 就在天魔向破天透露天外天后 惠门也上前插上一嘴 原来施主你在说他吗 虽然老那没有剑过 但是也听达摩祖师提起过 文言天魔低哼一声 看来那个叫达摩的家伙 也到了自然剑的境地 随即他大声告诫破天 从此刻开始 忘记他所知那些乱七八糟的武功 只要不断精进剑术 总有一天会有所领悟 毕竟武学的镜头都是相通的 画面一转回到神剑阁 破天没想到的是 独孤恨天竟然单独邀请自己共进午餐 虽然他早就猜到了 因为封盖和制空大师的原因 会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但没想到独孤恨天会这么明目张难 想到这破天浅浅一笑 这倒是一个试探北剑会会主的好机会 片刻之后 破天就来到了神剑阁内阁处 在经过见面的寒暄行礼后 他四处张望打去道 这里可真是气派啊 我都想一直住在这里了 文言独孤恨天目光一鸣紧紧盯着破天 既然他不能除掉破天 那就必须想方设法让他成为自己的人 随即哈哈一笑说道 若是大侠真的想要留在北剑会 我完全可以再给您建一座新的神剑阁 听闻此话破天嘴角露出一丝玩味 打算试探一下独孤恨天 于是哀哑一声哈哈说道 何必那么麻烦呢 直接把这里腾出来给我不就好了 此话一出独孤恨天心头一颤 眉头紧皱眯着眼看着破天 但很快他就恢复了自然 咧嘴一笑说道这样也挺好的 然而他心里已经骂上了破天 可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居然还想要我的神剑阁 见独孤恨天答应破天也是大笑一声 表示自己只是开玩笑的 但心中却对他的阴险一阵比 居然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种违心之言 不多时 午餐的菜品就被端了上来 珍惜佳瑶一下子就铺满了整张桌子 即使是当过皇帝的破天也一时失神 因为其中有很多菜肴 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要知道他曾经可是每天 凭上三顿御膳的人 可却认不出这些菜都用了什么食材 可想而知这家伙的生活有多奢侈 见到破天的模样 独孤恨天十分满意 连忙让他快尝尝 他们神剑阁后厨的手艺可谓十分了不得 甚至可以说比皇宫里的御厨还厉害 听到这话破天嘴角扯了扯 感觉莫名地生起了一股怒火 接着收起了笑容认真问道 您真的打算讨伐魔道莲吗 独孤恨天白首表示 这件事已经投票确定下来 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所以自己也只能随他们了 文言破天心中一阵负匪 真是恶心的家伙 明明都是他一手谋划的 接着又问起了 他有什么方案讨伐魔道吗 独孤恨天摸着下巴微微思索 首先要成立武林盟才行 我想这件事至少要花上一年的时间 因为魔道在各处都有着秘密基地 要想连根拔起 说不定要花上更多的时间 这时破天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魔道连被彻底清除之后 武林盟会就此解散吗 独孤恨天当即就猜到了破天 这是在试探自己 在陈寅一番后开口道 这个要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决定吧 不过我的确希望 把武林盟变成常事机构延续下去 为了武林和平这样做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在破天眼里 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填满自己的口袋吧 这时他又问起了 会不会有其他的变数呢 文言独孤恨天表示的确有一个 那就是天魔教的武功再次现实了 文词 天魔和破天顿时惊地张大了嘴 独孤恨天接着说道 准确来说是出现了一个 自称是天魔书生的家伙 据说那人的武功 与以前天魔教的如出一辙 听到这话破天一阵汗流 原来说的是自己啊 这时独孤恨天也说出了 此次的最终目的 端直了身子正色问道 不知大侠是否愿意同我 一起为武林正义献身呢 即将成立的武林盟 迫切需要大侠这样的人才 只要大侠愿意 我可以给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文言破天眼神一鸣 看来这家伙早就把自己 当成了武林盟的盟主 现在是想让我给他当手下吗 随即装出一副 受宠若惊的模样说道 您这么高看我实在让我惶恐了 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吧 见状独孤恨天眉头一皱 自己都这么说了 他都还不愿意 既然这样他只能用别的方法了 于是表示那就先这样吧 只不过大侠一定要知道 我对你可是亲爱有家呀 接着抬手打了一个响指 只见一道身影徐徐走来 小女兰儿给父亲请安 见此一幕破天也是有些不明所以 这家伙又是在耍什么花招 独孤恨天眼神一撇责怪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跟客人行李问安啊 得到命令的独孤雪兰 转身看向面前的破天 当即就认出了 她是昨晚闯进自己闺房的男人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躬身行李到见过公子 破天此时也看出了 这老家伙是想用美人计啊 于是她当即将计就计 表现出一副兴趣古然的模样 行李说道 小姐您好 在下姓文 江湖人称玉面神龙 今日得见小姐芳蓉 真是三生有幸 破天的表现顿时 让独孤恨天眼前一亮 嘴角露出了一个坏笑 高兴地询问破天 文大侠觉得小女如何 我觉得她的容貌 与你的年轻有为 可真是十分般配啊 听到这话破天心中顿感不齿 真是令人厌烦的家伙 到底想拿自己女儿的婚姻 大事欺骗几个人了 可她表面上 还是装作一副羞涩的模样 说道 我也在江湖中 见过众多美人 但确实还是第一次 见到像雪兰姑娘 这样的绝世美女 破天毫不掩饰的赞美 令独孤雪兰脸上 扬起了一道红蕴 随即一道传音 就飘进了她的耳里 小姐没有忘记今晚的事吧 这时独孤恨天接着说道 这孩子正值桃李年华 是时候寻一梁家出阁了 可也不能草率的选择 如果是文大侠这种人物 还差不多 破天当即明白了 独孤恨天话里话外的暗示 于是装出一副 上钩的样子抱拳说道 既然您如此关照在下 那么只要您吩咐 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在所不辞 见状 独孤恨天心中顿时大喜 终于上钩了 看来你这家伙 也度不过美人关了 随后破天就表示先告辞了 还有人在等着自己呢 意味深长地 向独孤雪兰说道 那后会有妻呢 小姐 带到破天走后 独孤雪兰询问起了破天是谁 但独孤恨天却告诉她 不用管这些 她只需要乖乖 待在家里等着出嫁就行了 明年的春天为父 就会把你嫁出去 听闻此话 独孤雪兰满是紧张问道 那到底是和谁结婚 是和刚才的那人吗 独孤恨天不耐烦地怒喝道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你要嫁给南刀萌的少盟主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听闻此言 独孤雪兰只能无力地搭下脑袋 时间来到深夜的绣华店 破天悄然前进了独孤雪兰的住所 脸上露出一个戏谑的表情 那我就让你吃点苦头吧 糟老头子 男人不过是在举手投足界 竟施展出了失传已久的 易容画骨神通 眨眼间将一个花容月貌的爵士美女 变成了相貌平平的普通侍女 就在破天来到了绣华店之后 房间内的独孤雪兰也做好了准备 但她身旁的侍女却有一丝担忧 她们真的能相信那个姓文的家伙吗 如果小姐失踪的话 惠主肯定会在开封府部下天罗地网 闻言独孤雪兰让她不要担心 自己有预感 一切都会非常顺利 而破天也早已将二人的谈话 尽收眼里 天魔剑状不由吐槽道 这女人这么快 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那个叶行人了 我劝你在事情闹大之前 赶紧溜之大吉吧 但破天却想都不想地拒绝了她 表示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在苦等许久依然未见破天后 侍女不禁怀疑起 她是不是不敢来了 可她的话音刚落 破天就冷不丁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你以为我是你吗 突然出现的破天 当即吓了侍女一跳 心中顿时暗自震惊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摸到我身旁的 都近在迟迟了 我居然没发现 而侍女那熟悉的眼神 也让破天想起了一个人 她就是那时在街上 骑着黑马飞奔的家伙 闻言侍女也立即认出了破天 原来你是当时的那个疯子 破天没好气地嗤之以鼻 你还好意思说我是疯子 能在满是人的大街上策马狂奔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疯子吧 这时侍女一把扯下了脸上的面罩 表示不能把小姐交给她 这种来路不明的家伙 但破天却跟没听到似的静止走 直接无视了她 走到独孤雪兰面前 询问她都准备好了吗 独孤雪兰回应到好了 说着拖出了一大麻袋的行李 表示里面都是自己的衣服 和手是什么的 但破天却一把将麻袋提了过来 让她把这些东西都留在这里 只要人跟自己走就行了 这时侍女迈着大步走了过来 破天顿时想到了一个 让她汗流的渴望 你这家伙不会也要跟着走吧 侍女重新戴上面罩后 表示当然了我也要去 闻言破天再次跟独孤雪兰确认 小姐你真的要带着她吗 是的 幻莎是与我最亲近的人 难道不可以吗 破天转头对幻莎说道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我可不会费心关照你 到时候可别妨碍我了 幻莎看着破天冷哼一声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只要遵守诺言就行 而幻莎心中也已经认可 破天的实力 她能够悄无声息走到自己身后 说明确实是个高手 就是太讨人厌了 随即她又问起破天有什么计划 不会打算就这么出去吧 虽然他们两个可以直接出去 但是小姐可不会武功 然而破天却觉得没关系 自己抱着她出去就行 听闻此言幻莎无语说道 就算是你实力很强 抱着小姐也无法甩开 埋伏在绣华店的人 你该不会是连这个都不懂吧 幻莎的话让破天觉得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随即就挥手让独孤雪兰过来一下 接着便捧起了她的绣脸细细打亮 这般直勾勾的对视 让独孤雪兰脸上涌出一亩红玉 破天询问天魔怎么样 天魔表示当然可以 但是只能持续一刻钟 得到答案的破天微微一笑 这个时间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 接着便让他们两人 认真地记住自己现在说的话 我要给小姐换成别人的脸 等换脸成功之后 你们两个就从容地走出去 只要你们离开绣华店周围 设有埋伏的地方 我就立刻抱着小姐跑出去 虽然绣华店戒备森严 但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 而且今天还在开宴会 所以戒备会更加松懈 接着破天就让幻莎找一个侍女过来 最好是经常出入绣华店的人 我需要看一下她的脸 到时候你们就能看到奥妙的神童了 片刻之后 幻莎将一名侍女带了过来 而破天潜伏在一旁观看着她的面 但幻莎心中却一阵忐忑 不知道事情是不是在顺利进行 她一点都感知不到破天潜伏后的气息 可突然破天地传音到她的耳末 我看好了 可以让她回去吧 闻言幻莎当即将侍女给打发走 你现在可以回去继续睡觉了 片刻之后 破天与独孤雪兰相视而坐 只见她掌心翻涌起一股红色能量 随即便拍向了独孤雪兰的脑袋 下一瞬手掌如风急速落下 当掌肩服过最后一下时 独孤雪兰已然完美地变成了刚才侍女的模样 随即破天急忙催促起了幻纱 赶紧带小姐换件衣服和发型出去